好的主播 鴻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买疫苗又出现难关了吗 今天上午郭台铭又透过脸书发出最新声明 表示原本以为买疫苗这件事取得进展 但没想到端午泽后又有消息传来 民进党不同派系间有不同意见 巧合的是又有媒体出现无法查证讯息来源的不实报道 各种看不见的力量开始对本案产生技术性的拖延 所以他希望政府可以公开表示接受永龄基金会的捐赠 让这个捐赠购买可以拥有代表政府的采购权 而且既然在国际上公开了也不会担心杂货问题 开大门走大陆官民合作的关系需要正式授权 那么另外郭台铭的八点声明其实也在最后强调 他本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没有任何的政治和商业企图 未来可受外界检验 所以他希望能会见总统当面得到总统的回复与承诺 而稍待会10点半左右 永龄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又彤也将会有进一步说明 以上是我们得到的最新讯息主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